第十三集 对了,清晨,你是什么灵根呀? 虎头问道 墨清晨脸一热 我是四灵根 心道,这下要被这小屁孩笑死了 没想到,虎头伸出小手,拍拍墨清晨的肩膀 你不要丧气哦 四灵根虽然比不上我的双灵根 不过我听爹爹说 也有先祖身为四灵根驻鸡成功的 看着认真安慰他的小人 墨清晨点点头 嗯,我当然会努力的 虎头,你要当心我超过你哦 虎头白眼一翻 迈着小短腿,边往前走边倒 哼,我绝对不会让你超过的 墨清晨呵呵笑起来 这小包实在太可爱了 因为和虎头的相遇 今日去朝阳堂稍稍耽误了一点时间 二人相邪进去时 二爷爷抬起头笑了 小十五,你回来了 墨清晨看得出来 二爷爷极为喜爱这虎头虎脑的小家伙 虎头脆声声地回道 是啊,二爷爷 虎头早就想回来了 都是我娘不许早点回来 小十五,你爹娘是去贺你 外祖父筑姬之喜 多多留些时日是应该的 二爷爷说着,脸上闪过一抹色感 修时过了七时就筑姬勿望 彻底绝了先缘 虎头的外祖父 能在六十多岁筑姬成功 确实散得上今天的喜事了 转念想到自己 一时丰足残念 长生大道 只有来世可期了 不由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墨清晨看着二爷爷发症的样子 拉了老虎头 二人一起迈入了花门 师五弟,你回来了 刚一进门 墨清晨就见墨年柔 一脸欣喜的喊道 墨清晨冷眼旁观 墨年柔对虎头极为亲热 而另外两个七八岁的男孩 也热络地打了个招呼 甚至那个有些流气的墨小巴 也笑眯眯地捏了捏虎头的脸 被虎头狠狠地瞪了一眼 唯有墨小七 依然如老僧入定般 闭目不动 似乎所有的事都与自己无关 唯有修炼意图 墨染衣依然没有出现 一番招呼后 众人都各自修炼起来 虎头所坐的位置 竟然和墨清晨是挨着的 墨清晨闭上眼睛 明神静气 又开始调节呼吸的节奏 慢慢地无数的光点出现在周围 他开始尝试把他们收入体内 不出意外的 这一天显然又没成功 云之和虎头的侍童 乘风一起等在外面 因为有一段同路 所以墨清晨和虎头 又是一起往回走 可没想到墨年柔也跟了上来 十四姐 你家不是往这边走了 虎头疑惑道 墨年柔咬着尘委屈道 十五弟 宁柔想你了吗 走到望月亭 我在回家 也绕不了多远的 你姐姐呢 虎头问道 十姐被爹爹 罚面壁撕过了 也不能天天和宁柔一起去修炼了 墨年柔忧伤道 虎头小手一挥 那好吧 不过等十姐来了 你就不要和我一起走了 不然他也要和我一起走 我才不要 墨年柔乖乖地点了点头 墨青城没想到 从此之后就开始了三人行的日子 一连二十多天过去了 三个人越加熟悉起来 直到墨年一面壁撕过结束 可是墨青城却开始不淡定了 他依然没有引起入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明明那么早就感觉到天地间的灵气了 可每到最后关头 却偏偏功亏一亏 来的十日多了 墨青城渐渐知道了更多的信息 那个总是埋头修炼的墨小七 是最差的五连根 两个男孩分别是小十二和小十三 一个四连根 一个五连根 可就是他们 也都是一个月左右 引起入体成功的 怎么喝过灵酒的自己 偏偏眼看一个月了 还是没有动静呢 莫非 自己的资质 比当初断定的还要差 随着一天一天过去 墨青城不由这样想到 而潮阳堂一些人 看他的眼光 也从最开始的防备冷淡 到现在 越来越不屑了 诶 我还当是谁 原来是要打破我们墨家 记录的小十六啊 墨青城刚刚踏入朝阳堂 就听墨与其 不应不扬地说道 墨青城这几日 已经听惯了这种话 对此毫无反应 静止走到自己的位置 盘腿坐下 言语是最空洞的 只有实力 才是最好的回击 虎头却不乐意了 这段日子 他和墨青城 相处得极为融洽 此时听墨与其这么说 立马道 十一姐 你为什么这样说青城 他就算晚一些日子 引气入体 也没什么呀 他才六岁呢 你都九岁了 不也才练气二层吗 墨与其黑了脸 怒道 虎头 小时六给你灌了什么泥汤 才几天 你就和他同穿一条裤子了 哼 难怪七叔 能被一个凡人女子迷住呢 真是有其母 必有其女啊 你在说什么呀 虎头迷惑地眨眨眼睛 墨青城 猛地睁开眼 冷冷地望着墨与其 小时一 墨与其喝倒 怎么了 世界 墨与其不解地望着墨与其 他不是一向 也看小时又不顺眼吗 墨与其皱着眉 虎头还小呢 你说那些乱七八糟的做什么 晓得了 我这不是一时气糊涂了 你看他那样 墨与其立马换了个人死的手套 墨然一斜斜地瞥了墨青城一眼 一个半脚还没踏进仙门的人 也值得你说这么多话 说完 袖子一甩 闭目修炼起来 而原本正打算开始修炼的墨与其却发现 墨青城从座位上站起 一步一步地向他走来 眼见墨青城晚步走来 人虽小 气势 却有灵人之势 墨与其心中一跳 随即 却恼怒不堪 又 怎么 想和我打架不成 墨青城 恍若未闻般禁止走到墨与其身前 墨与其下意识地身体一紧 就要做出攻击的动作 却无料 墨青城 离他几步之外站定 微咬着下巴 懒懒说道 墨与其 你若有本事 就在年终小笔时 打得我满地找牙 现在这样 风言风语的挑衅 只会让我看不起你 一番阵地有声的话说完 朝阳堂众人 竟然全都往这边看来 仿佛不敢相信 那个瘦小的小女孩 像比她高半头 跌进练迹二层的人 发出了这样的宣战 好 很好 臭丫头 那我就在年终小笔等着你 墨与其不知为何 觉得很是难堪 恼怒地说道 那就麻烦你 在这之前 少说些废话 不然我会以为 你是没有把握 借此干扰我的修行 墨青城说完 一个转身 向自己的位置走去 等等 墨与其 盯着墨青城的背影 突然出声 墨青城转过头 望着她 你若是输了 怎么办 墨与其问道 你说怎么办 墨与其一笑 哼 你若是输了 就跪下来 给我磕三个小头 同时小笔之后 分配的来年修炼资源 尽归我所有 秦城 你不能答应 虎头和墨年柔 竟然同声说道 墨与其 冷冷地扫了二人一眼 墨年柔 习惯性地低下了头 虎头却大声说道 十一姐 这样不公平 青城连 电气一层都没达到 比你还小 看着虎头气呼呼的样子 墨与其一声冷笑 笑话 虎头 你虽然朝阳堂不散酒 可自幼长于墨家 也知道规矩 每年的年终小笔 什么时候看年龄说话了 十一叔没教过你 修真戒 一切以修为为尊吗 虎头眨了眨眼 总觉得墨与其 哪里说的不对 可却回不过未来 只得干巴巴的道 十一姐 你说的不对 十一姐 清城才刚刚开始修炼呢 你都修炼四年了 墨与柔鼓起勇气插眼 自从和墨清晨熟悉起来 他也像虎头一样 喊他名字了 墨与其没想到 短短几日 墨与柔和虎头 竟然都向着墨清晨说话了 轮声道 若是你们出门在外 遇到修饰 他们可会因为你年纪小 修炼的时间比他短 而相让 虎头和墨年柔一愣 就连墨清晨 都是心中一正 是的 墨与其说的不错 踏入修真界 无论什么理由 都不是你实力弱的借口 你弱的话 只能受人欺凌 莫非 这也是墨家 把未满十五岁的孩子 放在一起修炼的目的 大哥 石姐 我说的可对 墨与其 调眉问道 墨染衣 扫了一眼 墨年柔 揽身道 小十一说的不错 正是如此 墨小八笑呵呵的站起来 嘿嘿 呦 十一妹 没想到哥哥低估你了 怎么样 墨与其 得到墨小八 和墨大一的支持 更加甚至连人的吻到 墨清晨 望着墨与其得意的笑脸 冷身道 就问你说的办 墨与其 呵呵笑起来 那 若是你输了 又如何 墨清晨 紧跟着问道 墨与其一愣 随即笑得更加大声 哈哈 真是笑话 我会输给你 你输了如何 墨清晨 身影更大的问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见墨清晨 一副坚定的样子 墨与其 只觉得极为好笑 自己还会输为一个连练起一层 都始终打不到的六四小鸭头不成 我若输给你 同样给你磕三个头 来年的修行用度 统统归你 这样可公平 墨清晨嘲弄地笑道 哼 公平得很呢 不过 你不需要给我磕头 我不喜欢别人对我贵来贵去的 到时 只要把你的用度给我就是了 说完 在自己位置上盘腿坐下 闭目修炼起来 墨与其 看着她的样子来气 你还真以为你自己会赢不成 到时候别跪着哭求我就行 说完 也闭目修炼起来 朝阳堂的气氛 随着墨与其 和墨清晨的打赌 变得微妙起来 每一日 众人都心照不宣地 悄悄关注着墨清晨 何时迈入恋气一层 尽管她进入恋气一层的时候 能战胜墨与其的几率 也是微乎其微 可曾比现在毫无希望来得有趣 虎头和墨与柔 随着一日一日的过去 墨清晨仍未进入恋气一层 而暗暗着急 墨小八级人 则是希望她进入恋气一层 好让局面变得更有意思 至于墨感一 则是完全无视墨清晨的存在 墨清晨能清楚地感到 她对自己是真正的轻视 这一日把新收来的灵草 忽然大手一拍 不行不行 重来 墨大山摇摇头 行了 老五 就你那一手臭旗 来多少盘也是一样 哼 墨大年气呼呼地袖子一甩 对了 老五 我听说你那小孙女 与墨八家的丫头打了赌 墨大山手指倾扣着石桌问道 墨大年一正 三哥 你也关心起这个来了 那日听我那不争气的孙子提起的 墨大山淡淡道 提到这个 墨大年一脸的欲骂 哼 墨八家的丫头 尾时不像话 墨大山轻笑起来 呵呵呵 老五啊 你这互读的性子 什么时候改改 你可不能为了规矩 我知道 我只是看不过去 我那孙女才来几日啊 可怜小丫头 还没一只白鹅中 墨大山听到墨大年的比喻 忍不住一笑 他这五弟 向来会出这种轻人之语 一点也不像个修行之人 哼 老五 你莫忘了我们当年 闹得可不比现在动静小 墨八家那丫头 性孝其母 可惜了三菱根的天赋 终难成大计 至于你那小孙女 性情不错 只可惜 墨大年 手一摆 行了 我墨大年 也没指望丫头 光宗要祖 只要她过得开心就成 我那儿子 倒是资质上家 还不是年纪轻轻就 年轻话题 有些沉重 墨大山 话题一转 对了 听说你那小孙女 至今未能引气入体 墨大年 神色一脸道 我说三哥 你似乎对我那小孙女 尤为关注啊 她本来就是四菱根 又不像其他孩子那样 自幼长于墨家 求恋速度慢一点 有什么稀奇的 看到墨大年 气呼呼的样子 墨大山 钻起桌旁的清茶 浅缀了一口 似笑非笑道 唉 老五 你多心了 三哥 小儿的死 我们都忘了吧 我一把年纪别无所求 只希望带着丫头 好好过日子 墨大年 竟然一反嬉笑的常态 神色正宠起来 墨大山 常叹一声 唉 吴帝 我总觉得 萧儿的死 不是那么简单 当时 我们派她 前去回春谷卧底 如今 萧儿生死 回春谷灭派 你说 会不会 和那个东西有关 墨大年 神色激动的站起 满摇着头 不可能 若是萧儿真的带回了那东西 或者有那东西的信息 她怎么会撑着最后一口气 却只说了 她流落在外的骨血 要知道 萧儿虽然重情 可那东西 却是关乎着我们整个墨家的崛起啊 墨大山 身子微微后扬 半闭着眼睛 嗯 你说的不错 萧儿 萧儿那孩子 应该分得清轻重的 只是 萧儿原本是他们那一代的佼佼者 炼丹上 又颇有天分 她重伤回来 竟然已经是筑基器的修为 真是可惜了呀 墨大年脸色树变 终于袖子一甩 唉 三哥 往事休提 时辰不早 我先回去了 眼见墨大年 两脚伸风的往前走 墨大山忽然问道 老五 那灵酒 你是不是给清晨那丫头喝了 墨大年忙得住了脚 回过头来 怎么 打亮着墨大年的神色 墨大山呵呵笑起来 没什么 只不过那灵酒里 加了反尘草 墨大年的眼睛越瞪越大 你 你怎么不早点说 谁想到你那么快 就忍不住给你那宝贝孙女喝了呀 看着墨大年 要杀人的目光 墨大山 连忙补充了 唉 别急 别急 无非是技术 练气气慢一点嘛 好处 也是不少的嘛 墨大年 胡子一吹 我当然知道 反尘草的好处 可丫头现在急着引起露体呀 你别忘了 年终小笔就快到了 难道你想让我看着孙女 被别人打得满地找牙 墨大山不慌不忙的 瞥了墨大年一眼 五弟 你不会真以为你那小孙女 能胜过墨八家的丫头吧 墨大年 等着墨大山两酒 最终气得袖子一甩 转头一言不发地走了 墨大山望着他的背影 笑着摇了摇头 墨清晨此时已回到居所 见爷爷一直未回来 让云芝准备好了饭菜 自己跑到院子中 坐在摇椅上 一晃一晃地想起心思 自己那日和墨与其打赌 主要是他的话越来越难听 竟然辱骂到他的母亲头上 若是自己一味容忍 恐怕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 只是没想到 又是一晃十多日过去了 自己竟然还是没有引起入体 恐怕自己是朝阳堂 进入练习一层 废时最长的人了吧 墨清晨自嘲地笑笑 伸出手打亮着 这些日子因为伙食的改善 他们明显地感到 身上的肉多起来 个子都高了些 手也不像以前的那样纤细 仿佛随时会折钻 而是看着肉呼起来 难道自己真的是废材吗 墨清晨狠狠摇摇头 我不服 既然我是四灵根 就算比不上双灵根 三灵根 至少资质上 要比五灵根要强 没道理 他们能引起入体 我却做不到 只是年中小笔 越来越近了 小姐 时辰不早了 还要等五老爷吗 要不 您先用些饭 原汁走出来了 墨清晨摇了摇头 我还不饿 等爷爷回来一起吃吧 小姐 你是不是想着打赌的事 云芝犹豫了一下 终于还是忍不住问老 墨清晨望着云芝呆忧的脸 苦笑了 是啊 云芝姐姐 我恐怕 真的要被那个墨雨棋 打得满地找牙了 云芝叹息道 小姐 您不该成一时之快 和他打赌的 墨清晨摇摇头 云芝姐姐 你错了 我就算不打赌 年中小比时 他依然不会放过我的 你没看他 一直看我不顺眼吗 反正逃不掉 我还不如光年正大的 和他赌上一赌 可是 小姐你 云芝 欲言又止 墨清晨 双手正在脑后 缓缓的 我只是没想到 自己一直未能引气入体 不过 就算小比时 输了 我也认了 不是还有明年 后年吗 我就不信 自己一直比他差 云芝随手 把落在墨清晨身上的树叶扶去 小姐 无论如何 哪有灵羹 都是我们这些人 日夜奢望的了 您看开点 原知有时想 哪怕只有五灵羹 原知做梦 都会笑醒的 原知姐姐 族中有灵羹的孩子 都自由在朝阳堂修炼 那普通孩子 平时做什么呢 也有责学吗 墨清晨随意问道 原知点点头 嗯 族中孩子 不分男女 都要上责学的 总是要学一技之长 好谋生的 墨清晨笑笑 说到底 男生与墨家 还是不错的 嗯 小姐说的不错 不仅如此 族中更古好的普通孩子 还能学习武功呢 原知随口说道 你说什么 墨清晨 猛的从摇椅间站了起来 抓着原知的手 原知愣了愣 没说什么呀 原知就是说 族内有的孩子 还会学习武功 墨清晨兴奋道 对 就是这句 原知姐姐 你知不知道 他们都是怎么学武功的 原知纳闷的 看了墨清晨一眼 怎么平时冷静自尺的小姐 这么激动 最终 还是说道 有教授的师傅啊 族中还有专门放着武功秘籍的藏经阁 我弟弟就正在学呢 我弟弟就正在学呢 那 像我们朝阳堂的人 有没有修习武功的 墨清晨 深吸一口气 问道 原知 扑持一声 小姐 小姐 朝阳堂的人 怎么会浪费时间 休息那些浅漏的功夫呢 墨清晨 继继继继续烧听 继续烧听 请不吝点赞